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为何李连杰会缺席好友季春华的葬礼? 有网友爆料李连杰缺席葬礼是和马云一起去看世界杯 这不禁让人疑惑也引起了巨大争议 让他背负起无情无义的骂名 也让不少人将怒火转移到李连杰身上 李连杰是一代武打明星的象征 各大影视作品中都有他的身影 他与季春华在功夫上难分伯仲 也经常在影视作品中饰演对手 饰演一圈难能可贵的一组黄金搭档 后来经媒体询问 其实是大家误会了李连杰 当时他在国外没有收到好友离世的消息 而且他本人由于多年武术身体早已大不如前 偶尔拍到他的样貌也是老太隆重 本身有病体是不会去参加别人的葬礼和葬事的 再加上李连杰信仰佛教看惯了生死 希望网友能理解拒绝道德放假 好友去世固然是难过的 不可能不在意 尽管李连杰没去参加葬礼 但他的心意送到了 他给季春华的家人20万位问津 表示了自己对好友离世的惋惜 而对于季春华的死亡原因 谁也不会想到 这样一个自律 每天坚持锻炼合理安排饮食运动的人 去世的竟然突然 提起季春华 怕是人们对他的第一感触 他一张方脸光头 没有眉毛 看起来凶神恶煞 有次季春华参加 我爱我家真人秀 他带着一个姑娘就问 姑娘我问你个事 姑娘发现了他 看了几秒 吓得转身就跑 只留下一句太可怕了 季春华愣在原地想问姑娘 哪里有人啊姑娘 可姑娘越跑越远 季春华不放弃 又带着一个年轻的小伙问 这附近有98号路吗 小伙见了他与其保持一米的距离 很警惕地挥手 我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你问问别人吧 季春华觉察到小伙的慌张 安慰说 哎别怕 我不认识 我路过 我不认识 你问问别人好吗 小伙子的反应和姑娘一样也跑了 过了一会儿 他看见一拖着拖车的美女 很温柔地上前帮她推车 美女瞥了她一眼 也警惕起来 不用不用 你干嘛 说完后退了好几步 季春华解释 我问一下路 一边又继续搬车 只见美女蹭地一下 站了起来 试图用手推走季春华 不用不用 你干嘛 季春华依然很温和 不是我帮你 你别怕 你别怕 我帮你一下 但带她看向美女 她又逃走了 连物品推车全都不要了 这样的场景 在季春华五十多年里 几乎每天上演 就像她说 没办法 人们第一次见我都怕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令人闻风丧烈的她 其实也很有侠义精神的人 季春华自小洗舞 曾是浙江省武术队的队员 很多年里她人生的目标 是成为一名武术运动员 她也足够努力 天赋也高 据传在武术队 季春华一路领先是佼佼者 而这个风光时刻 在她17岁那年戛然而止 那时她练武 是拿真武器 有一回教练要她 用刀绕出刀花 季春华很随分 她仍旧是最勤奋的那个 不料她拿刀一绕 挑刀的鼻子 戳上了鼻头 被缝了二针 缝号后 医生给她了一副中药 需要每日熬着喝 当时她穷 买不起熬药的罐子 便拿茶杯熬 结果喝了几天 头发大巴大巴的掉 再喝几天 眉毛也掉眉了 季春华 这才感觉不对 跑去医院检查 是屡中毒 中药和茶杯混合 导致化学反应 她再也没办法恢复原貌 80年代 人们普遍保守 剃光头是流氓 穿喇叭裤也被骂做 是流氓 更何况 季春华的头发 眉毛都没了 教练一改对她态度 逼着季春华退学 理由是形象不好 那一年她17岁 本时一腔热血 享用武术谋生 如今被驱逐离开 青春期的少年 心思敏感 季春华被赶走 后面的极其自卑 用她的话来说 连见人眼都不敢看 回到家后 他们在家里 谁也不见 一好友见她这样 很是心疼 劝季春华去学散打 季春华想了想 武术是打 散打也是打 反正都是打 便去了 应有武术基础 她很快掌握了 三大的技巧 在一众师兄弟中 脱颖而出 这时 季春华调整目标 想要在擂台 拿下名次 可谓等她实现 命运再次来了个大反转 1979年 中国电影业 蒸蒸日上 电影是亿万青年 眼中的光 他们称之为潮流 一些香港导演 瞄准机会 会来内地挑演员 张星妍就是这样 挑中季春华子 张导卫 邵灵寺选角 希望找个个点高的 但南方人 普遍瘦小 只有季春华是例外 有一米七多 张星妍要她来面试 面试当天 季春华 又怕她嘲笑 还特意戴上帽子 将帽延压得烙低 这个好 就这个形象太特别了 见多识广的张导 一眼定下了季春华 于是 邵灵寺里面的 秃鹰诞生 传闻 邵灵寺原剧本 根本没有秃鹰这人 就是因为张星妍看到 季春华在决定 加紧去道 张导的眼光没有错 季春华的秃鹰 胸狠 伶俐 动作很绝 尤其是她的鹰爪动作 一出现 电影就达到高潮 这个角色为邵灵寺 增光添财 邵灵寺播出后 在票价一毛五的年代 创造出了1.6亿票房 观影次数多达5亿次 创下1616万港币的记录 打破了香港功夫片的巅峰记录 那年季春华21岁 他成了坏人的代名词 他自己也非常感谢这个角色 如果说少林寺拯救了他 那么方世玉 大人生的高光时刻 拍完兔鹰 季春华在娱乐圈 以声明确起 演坏人响当当 随即 于震海这个坏人角色 也找上他 这次他依然是和李连杰合作 那年李连杰17岁 下手不懂轻重 季春华和他对打 总会受伤 有一场戏 他们二人私斗 李连杰不断用拳头揍季春华 招招凶狠 阵仗情况下 人一旦被重力锤打 必然要向后倒 可导演规定不能后倒 于是季春华便绑着腰风 被绳子拉着 硬身身挨揍 被李连杰打了100多拳 很少人注意到 他当时的腿上还绑着石膏板 最后他被打死在椅子上 这个画面成了功夫片的经典一幕 很多影迷说很酷 只是他们不知道酷的背后 是季春华被打的一身使伤 浑身疼痛难忍 拍完这一幕后 他修正了很久 才恢复过来 在季春华的人生字典里 没有提升二字 他向来都亲力亲为 拍天龙八部 他演恶人 断言庆 这个角色需要大面积化妆 导演直接告诉他 我必须破你的像 季春华二话不说 将脸伸过去 结果造型师用乳胶 一点一点往他脸上涂抹 这个胶就是相簇和牙膏 只要涂在脸上 皮肤都会收紧 一般皮肤不好的人还会发炎 季春华不在意这些 他都能忍受 唯一不能忍的 就是去拍新少年五组那次 他说里面的妆 是我拍戏30年来最痛苦的妆 那是在大冬天 剧组用乳胶 将他全身涂满 还拿酱糊重复涂抹了一次 为了让人物形象丰满 每当季春华动一次 又拿刷子在他身上刷 拍着拍着 酱糊里的化学物质 渗入到他的皮肤 本中毒了 他头疼腹痛甚至抽搐 差点就命散黄泉 还有一次他真的差点死了 那是在甘肃拍 少林传奇三大漠英豪 有个镜头危险至极 一清兵踹了 季春华一脚 他头朝地便滚到坑里了 季春华第一反应便是伸手 但他手一抓 美之爵再伸脚 依然美之爵 他开始慌了 手脚一启动 依然没感觉 大概过了两小时 直觉才慢慢恢复过来 这次拍戏给他留下了后遗症 此后他手握力出现障碍 有一次他拿杯子没握住 杯子凋落了 医生劝他一定要注意 每天锻炼这个握力 握力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年纪轻轻一身毛病 这是他唯一的后遗症 挨打是他拍戏的常态 受伤他自己都已经习惯了 他说脸上已经缝了30针 鼻子上除了上次的两针 后又缝了三针 就是疼 不练也疼 疼也练 那怎么办呢 我练每天练给你看 可以说季春华拍戏是玩命 而他敬业同时与之陈比的是他的恶人形象 得到所有人认可 但哪个正常人愿意一直当坏人呢 季春华也想演好人 2017年 豆硝尝试挽救季春华的形象 让他在货原甲西叶里演 鱼洪水 忠诚 忠义 铁骨争争 是个大好人 结果季春华一出场 一直被观众骂是坏人出来了 他首次唱诗转型与失败告终 季春华也坦然自嘲说 正派很难让人记住 反派却让人深入人心 因为反派人年久了 在生活中 他也一直被当坏人 有一次季春华休假 独自去福建 林泽徐鼓炮台 玩 上山前 他去买门票 购票口 在一个小洞旁 是一个大爷在售票 他向大爷买了票 欣然上山 但下山时 就被警察盯上了 当时他正坐在石头上 看小孩子嬉闹 有两人走进他 对季春华笑 季春华以为是粉丝 抱一微笑 但那两人又掏出一个证件 称自己是警察 说完 将季春华带去了派出所 他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 一路迷糊 两警察也不说 到了派出所 直到副所长出来 季春华猜清楚 原来买票时 卖票老人 一看到他的脸 以为是嫌疑犯 便报案了 好在误会解除 季春华平安出来 这事成了他的心结 他曾尝试改变形象 外人说他没头发 他便戴上帽子 外人称他没胡子 他也念过胡子 但他的脸太过严肃 太过伶俐 无论他怎么做 依然被说是坏人 其实季春华 真是一个很善良 很敦厚的人 荧幕里 他霸道冷酷 无情又凶残 现实中他温暖随和 谦卑又和气 杜玉明说 季春华说话很温柔 又有点南方口音 很有正义感 超直爽 当年拍《少龄四》 季春华是剧组 最热心的一个 剧组缺什么角色 他都会顶替 从无怨言 拍戏遇到下雨天 很多人都是跑去躲雨 道具都不管 季春华一个人 跑去收道具 拉线一一整理好 后来成了名 也依然不找助理 没架子 对待老人他毕恭毕敬 对待晚辈他亲切有加 而对自己的家人 大家评价他 他冷漠的外表下 有一颗温暖的心 日常生活里 季春华还是出了名的 谨慎达人 只是武行是高危职业 不仅凭运气 更凭健康 季春华终究没能熬过 2018年 正在北京拍戏的他 突然背部疼痛男人 他去医院急诊 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得知这个消息 季春华很镇定 据他的主治医生 沈亿红称 季春华还向他 做出了OK的手势 没多久 季春华病逝 他离开时 距离57岁生日 只差9天 2018年7月 季春华举行了这一道会 在杭州 与他合作过的明星 大多都来了 陈龙 赵文卓 杜宇明 那天他最后一部戏 正在热映 他依旧是反派 演《猎毒人》里的黑道毒贩 这是他留给观众的 最后一个角色 葬礼上陈胜安说 他真的是痛死的 一帮大佬们哭得稀里哗啦 好兄弟杜宇明也感慨 他没有演一个好人角色 是他最后的遗憾 今日有季春华的粉丝 发布了一段视频 原来是他们来到了 季春华老师的墓前进行祭拜 只见季春华的墓地 周围打理得非常干净 一看就是经常有人来打扫的样子 在墓碑前面 摆放着季春华老师 身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旁边则放着他身前最爱的手串 以及最喜欢的茶具 有这些好的器物陪伴着他 估计他本人也不会太寂寞了吧 除此之外 墓地周围还有不少网友和粉丝 送来的鲜花 人虽然去世了 但他的出色 演出让观众永远记得他 一个百分之百敬业 百分之百温柔 百分之百演绎坏人他 这世上也好人的艺人太多 但将坏人诠释的如此 出神入化的 唯有季春华 他不单是演戏 也是用一声告诉我们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遭遇怎样的坎坷 唯有敬业和善良 才是生存之本 敬业是立足于世界的根 而良善是行走江湖的盾牌 季春华已远 但请记得他所留下的精神 一声向上 一声向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留下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